去中东成了热潮 但是最终拿到土豪钱的投资人非常非常少 因为地缘政治 再也拿不到欧美LP的钱了 中国GP不约儿童把眼光投向一个地方 中东 但是结果令人意外 最终拿到钱的 两只手就够数 而且很多之前就有合作 几顿闷酒覆盘 各位大佬终于提炼出宝贵的教训 犯了这几个错误 第一 错以为中东土豪 遍地黄金 事实上 中东财富高度集中 整个中东 除了主权基金 钱都在70至100个家族办公室手里 第二 中东是封建家族 帮派林立 虽然都是白头金 但是沙特 阿联酋 卡塔尔家族关系极度复杂 合纵连横 往往是你先建了A家 B家和C家心里 就把你拉黑了 第三 觉得中东人傻钱多 这个对了一半 钱多是真 人可不傻 欧美基金早你40年去深耕中东 王子门开启投资者教育的时候 你的基金创始人还在穿开裆裤 中东王室身边第一权亲信 都是白皮肤蓝眼睛的长春藤精英 而我们的人 却在中东会议室 眉飞色舞 担心他们听不懂 YR和DPI的区别 第四 压根不懂阿拉伯 阿拉伯人是先交朋友在做事 这帮奔赴沙漠的中国投资人 眼睛盯着王子口袋里的钱 就像在商务KTV里盯着公主的胸 那副极厚厚的样子 还是读读历史书吧 怎么做生意 生活在欧亚非大陆交叉口的阿拉伯人 是这个世界上最早的商人 在北京飞往迪拜的阿联酋航空里 他们豪情万丈 刀念着孙正义一分钟一个亿的募资神话 又在利亚德回上海的经济舱里 陷入沉没 注视着舱外的大漠孤烟值 疲惫地闭上双眼 不过 这注定是走出舒适驱逝的小小挫折 当东京热的红韵已经消散 中东热的前奏已经奏响 一公子身边有头有脸的机构 都在开中东办公室 首选中东金融中心迪拜 其次是沙特利亚德 保守点的 派驻了调研Tim常驻 至于那些连中东团建都没搞的基金 我已经不向我的客户推了 去中东 不仅仅是中国GP的共识 全球富豪都在涌入迪拜 当香港的房价悄然跌回7年前 迪拜的房价在过去三年涨了150% 陈一伦的Influence Empire 拿奖无数 最近浙江人民出版社出了中文版腾讯 一个科技帝国的崛起 作为长期报道互联网 访谈过马云 王兴等人的科技记者 Lulu在书中记录的这个小故事 让我颇为感慨 2020年 蚂蚁选择A股和港股同步上市 在A股 这是科创版创立以来的首次重大交易 在港股 这是一次巩固香港作为世界金融中心地位的好机会 2014年 阿里巴巴纽交所上市 Lulu在纽约采访马云 马云跑了7个城市 连美国的堪萨斯州都去了 竭力说服投资人参与阿里巴巴IPO 但是 这一次 蚂蚁的路眼只有短短几天 而且主要通过Zoom视频电话 足不出户 就非常顺利 不仅80%的资金来自境外 而且竟然1%的香港人都参与了蚂蚁IPO认购 阿里的高管骄傲地告诉他 蚂蚁上市是全球资本流动的一个分水岭 一语成谶 确实是分水岭 这前后的一切如白居过细 香港街头骚乱 蚂蚁上市失败 中概股审查 互联网整顿 俄乌战争 港股跌成这样 昔日国际金融中心IPO规模不及雅加达 其实公司基本面都不差 真实的原因很简单 资金逃离香港 新加坡取代香港的表述 一度甚嚣尘上 但是这并不是故事的全部 亚洲几个金融城市 上海 东京 香港 新加坡 迪拜 彼此的悲欢并不相通 前两者属于一类 后三者又属于一类 支撑香港 新加坡 迪拜成为金融中心的主题是同一个 构合 1949年 百万雄师 挥师南下 拿下香港 轻而易举 但是偏偏不拿 因为要目光长远 两个阵营斗争会很激烈 但是北京想好了 和世界留一个口子交流 哪怕大哥在桌面上 吵得要拔刀 但是给个眼色 小弟们就去桌子底下把事办了 斗争是必须的 但是生意也是要做的 这是默契 在新加坡挑战香港最猖獗的那段时间 中文世界对于新加坡的美化严重过度 比如 李显龙和民众耐心的沟通 良好的法治 祖屋制度等等 其实大可不必 几乎没有任何一篇文章 敢于戳破新加坡兴盛的根源 谢国中2000至2006年 连续被机构投资者杂志 评为亚洲最佳经济学家 正是春风得意的时候 一次他在内部邮件里调侃 新加坡发达全靠洗钱 流出来之后 引发新加坡震怒 亚洲最佳经济学家 直接丢了摩根士丹利的工作 谢国中说的 是金融圈人尽皆知 但是却不会公开讨论的秘密 而现如今 迪拜正在把金融中心 购合的职能发挥到极致 俄乌战争 为迪拜送来了颇天富贵 战争一开打 俄罗斯的军舰还没赶到乌克兰的 奥德萨港 俄罗斯富豪的邮轮就已经停满了 阿联酋的迪拜港 俄罗人发迹后的首选地一直是英国 以至于伦敦有了伦敦格勒的雅称 俄乌战争后 英国带头制裁 曾经风能禁雨 能禁国王不能禁 是英国引以为傲的私产制度 但是英国连同欧盟冻结了俄罗斯资产 俄罗斯石油大亨阿布投资几十亿的切尔西 为英超成为世界第一联赛做出卓越贡献 现在说没就没了 直到连中立国瑞士都不中立了 全球政商精英熟悉了几百年的规则 瞬间分崩离析 俄罗斯巨额资产去哪里 欧洲待不下去了 更不可能去美国 很快找到答案 保持中立的阿联酋 中东金融中心 迪拜 迪拜的位置太好了 欧亚非的中心 去往俄罗斯 欧洲 中国都只要几个小时航程 和各地时差都很合适 对抗不断升级 欧美企业退出俄罗斯市场 谷歌 高盛 波士顿咨询把原来的俄罗斯总部搬到了迪拜 LinkedIn定期发布全球招聘需求最旺盛的城市 2023年 迪拜全球前三 这在迪拜的房产市场里也鲜明的体现 第一 豪宅暴涨 而且一房难求 因为全球富豪涌入 直接买 第二 普通住宅租售比极高 能到8%甚至更高 原因在于 新迁入的跨国企业给员工提供租房补贴 房屋供给有限的情况下 推高了租金 我永远都忘不了 2022年那诡异的一幕 一群新加坡人在支持上海清零 另一边 一群迪拜的客户经理比基辅人还关心乌东战事 只要有新情况 立刻拨通客户的电话 您再不来 VIP通道都要约满了 在热带海洋的新加坡 和在中东沙漠的迪拜 同时享受了一场倾盆大雨 但是 一年多后 这两个亚洲金融中心的分野显现出来了 新加坡的永远无法解决的难题是 小 车牌要十几万 缺地 很难大面积开发具备生活品质的高端住宅 周末想爬山运动 全国只有一个小土包 喝完茅台想唱唱歌 竟然要去马来西亚 为此 当局只能把门槛提高 新加坡的EP想变成PR 越来越难 入籍要考核忠诚度 包括你有没有在新加坡生孩子 纳税 居住时间 竞争对手香港 和背后的中国已经反映过来 在加办政策 税收 身份等方面 盯着新加坡打 何况 即使新加坡在热闹 港股在颓 也不得不承认 香港交易所的活跃度 和丰富性碾压新加坡 因此 到了今年 新加坡vs香港这个战场 已经明朗 一公子身边的超高净人群 有因为恐慌去新加坡的 今年基本都回来了 在新加坡完成布局 留一条路 只要想干似的 精力和资金主力都在中国 做一个比喻 面对世界动荡的泼天大雨 都想多接水 但新加坡是个脸盆 而迪拜是个浴缸 另外随着中东融合和转型 浴缸会变成泳池 迪拜属于哪个国家 大多数人 都是一乐 阿联酋由七个酋长国组成 其中最著名的是阿布扎比和迪拜 阿布扎比 石油富裕 是典型的中东土豪 在英超买球队 在中国投资新能源 挥金如土 就是阿布扎比 很多人想到迪拜 也是中东石油土豪的样子 大错特错 迪拜 恰恰相反 已经没有石油了 不过 这反而让它成为了中东最特殊的一个 中东精卫分明 分成三个地方 有石油的 吉富 没石油的 吉琼 以及迪拜 没石油 吉富 今天中东的时代主题是 经济转型 摆脱石油依赖 工业化 而迪拜走到了前面 目前 石油对迪拜GDP的贡献不到2% 大头都来自金融 旅游 航运 贸易 制造业 这背后是几十年持之以恒的变革 融入世界的决心 举一个例子 我去欧洲旅行 往往在迪拜转机地理位置好 索性出去逛一圈 签证政策极度友好 你很难不想看看这个世界上最精彩的城市拥抱世俗化 结果发现还没到欧洲旅行箱已经shopping满了 自贸港零关税 把自己所有的优势都打到了极致 哈马斯和以色列冲突爆发 我鲜明地表达过观点 不太可能上升为中东地区的热战 这是我走访很多在中东工作的朋友后得出的结论 曾经的中东战争 是以色列和整个阿拉伯世界的对抗 但是 现如今阿拉伯的领袖们 仇恨属于上一代人 新的一代人在思考新的问题 七十年代前 说穿了 穷 谁能赶走以色列 谁就是阿拉伯世界的王 但是今天 阿拉伯世界的时代主题是经济转型 摆脱石油依赖 工业化 石油是真主的赏赐 但是也进入了倒计时 你去中东看看就知道了 正常的国家没人对打打杀杀感兴趣 怎么让财富汇集更多普通人 谁能为这个饱经苦难的民族蹚出一条路 这才是千秋伟业 这也是萨勒曼被视为雄主的原因 阿联酋很早就和以色列建交 为了让以色列的飞机直飞阿联酋 沙特开放了领空 这才是时代趋势 何况中东的掌权者 在欧洲 美国投资了那么多股权 金融资产 城堡 邮轮和球队 打仗一月界 资产被冻结 找你理赔吗 现在 正是沙特坐收余力最好的时候 经济转型 增强国力 沙特需要很多技术 投资 以往每次和传统盟友美国谈 美国动不动就拿沙特人权问题做条件 气得萨勒曼脸色可难看了 但是 现在呢 美国 中国 俄罗斯 英国 欧洲 以色列都有求于他 你是不知道 萨勒曼签下多少以前拿不到的好合同啊 与其在军事上挑战不太恨得起来的以色列 萨勒曼更有兴趣的是在经济上挑战中东金融中心迪拜 中东 是这几年非常火的话题 但是 大多数人对中东的认识是模糊的 金融中心迪拜 阿拉伯老大沙特 梅西捧起世界杯的卡塔尔多哈 阿布扎比等等等等 很多人觉得 都一样 都是白头金 都是哇 贫穷限制了我的想象力 上周末一公子在北京组了一个小酒桌 感谢几位金融 科技 政策部门老大哥的捧场 席间把中东重要的地区一个个聊过去 对迪拜的概括 最精辟 迪拜 最大的红利 是法外之地 这个金融中心 真是把购合这件事发挥到了极致 独特的公司注册制 投资房产和股权时 极易隐瞒身份和资金来源 于是 伊朗和哈马斯贪官 以色列罪犯 爱尔兰黑帮 安哥拉前总统腐败团队 大陆和台湾的电信诈骗犯 非洲的血金 等等等等 都在在这里找到资金流转的痕迹 高新技术行业 芯片 AI 互联网都是中美双雄争霸 唯独区块链 是迪拜和新加坡单条 为什么 一公子很早就说过 区块链的商业前景需要慢慢耕耘 目前最大的刚需 是洗钱 迪拜 这里有世界最高的高楼 哈里发塔 最大的人工岛 棕櫚岛 世界上第一家七星级酒店 帆船酒店 世界最大的音乐喷泉 Dubai Fountain 世界上最大的室内滑雪场 Ski Dubai 还在城市公园建了一个大相框 虽然我真不知道有什么用 但是实在是酷得没边 还有那些你看不到的 让你忘却这里是阿拉伯的极致的服务和娱乐 只要你有钱 迪拜就让你上天 全球富豪和企业的涌入 推动迪拜房价三年上涨150% 你可以怀疑有钱人的人品 但是不能怀疑有钱人的眼光 这背后的逻辑异常简单 世界动荡 太多不确定性 资产要分散配置 迪拜比瑞士还中立 专注于给富人最极致的享受 分散 安全 快乐 这就是富人面对时代大变局时候的样子 时代的不幸 终成迪拜的幸运